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 2024年 7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三 大家好 我是Johnny 各位好 我是袁爸爸 仍然是三大主持聯合廣播 這一節要說一下 國際政治 因為 星期六一槍 當然不只一槍 但是這一次 是徹底改變全世界的 因為現在 我想也不用選 特朗普贏的機會就很高了 不過 兩黨的關係似乎有點緩和 因為拜登 打電話去向特朗普問候 特朗普覺得有時候捱過一槍之後 覺得這個世界也不用說那麼對立 即使 美國應該 是一個 包容的社會 不應該那麼敵對 所以 拜登也把 攻擊特朗普的廣告 全部下架 因為他的廣告說明他是納稅 你可以容許納稅回來嗎 那些廣告全部都取消了 這也是競選策略 競選一向有兩種策略 因為兩邊互相不攻擊 只是說自己有什麼優點 要不就是泥漲出局 大家總之就射對方 兩種策略來的 沒錯 以往他們的已經是 通常激進派就是後者 插眼 有你沒有你 現在 其實我覺得那個反而美國有機會是和諧很多 因為始終大家知道 大家都是美國人 你們可能 出發點都是為美國好 有些可能是想錯了 如果可以有個政策修正 就好了 我們這節說回 接下來 美國 應該 川普上台的機會很大了 政策 應該 我們最關心的當然是對付中共啦 如果你說他不反共 我們不會支持他 有什麼 大招 主要就是 加關稅 因為 他會取消 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要加關稅 剛才我們有討論的 因為 對於香港 應該要斷這個聯繫才對 因為他那個最惠國是從90年到開始 每年都續一次的 入世貿之後 一直都有 如果取消他最惠國待遇的話 他就等於入世貿之前 中國的貨品就要徵收大量的關稅 香港 以往 由於你是英國殖民地 美國比誰英國佬 大家是自己兄弟 港幣給你掛鉤 港幣給你掛美金而已 即是我被牆壁來捱 你快要倒閉了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是敵人 過去被牆壁來捱 你吃屎啦 你應該要取消牧場 你自己 想辦法站在那裏 而且美國的投行已經切了資 沒有錢在你那裏 如果有錢在你那裏 給你拿著做人質 我已經走了 我就不需要保護你了 沒錯 其實應該連港幣也脫鉤 如果是這樣 整個香港就玩完了 股市沒有人要 樓市跌了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買樓自住怕甚麼 要借回來的錢 要戒一次 작은包包褲批就行 800萬買一房子會沒借錢 第218萬不斷掉了 每天降到800萬不斷掉了 你輸720萬而已 但起碼還是有80萬要欠了 但起碼你不要欠人錢 其實1997年 樓市立 最麻煩就是欠人錢 中鎮屠當年炒樓炒得瘋了 欠人2億5000萬 結果他還 每個月還過百萬的 供樓怎麼供 普通人怎麼供這些錢 最終要申請破產 現在問題就是 大陸 很多人高位買了樓 他們現在 背著一身債 他們如果以現在的賺錢速度 這輩子也不用再還 香港也是一樣 因為 你沒辦法猜到那個樓 香港也是這樣 樓價脫離了你的薪水很多 我們拿回沙士時期 沙士時期 當時的香港人 平均有8000至1萬元 即是說基層 8000至1萬元 當時的樓價 是說了幾十萬至百多萬 你的比例 還可以接受到 現在 樓價升了10倍 跟沙士最高最低升了10倍 但你人工有沒有加10倍呢 是一倍 即是說你樓 是比人工多增長五倍 所以香港的統計是 最不適合的 香港的業主 算他不用200萬 有多少是供樓 有多少是不需要供樓 你有沒有估計 你對他們有接觸 其實他們之前中原做過統計的 香港有百分之60%的業主 是供半層樓的 已經供了 是供半層樓的 問題就是 你幾年 由於樓價太貴 父母為了幫他 家案 問題就是 你添加了很多新債 這些就叫做添加新墳 差不多一半一半左右吧 可能不止一半 可能現在多了一半也不定 因為債你不要小看債 當你 500萬跌到400萬 你覺得是失碎嗎 但是當他500萬跌到50萬 那條債就拿你命了 還有一個問題 當你的樓價可以這樣暴跌的時候 你的工作也是岌岌可危的 你一定會找到兩萬元的工資嗎 到時未必的 當年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就是這個原因 所有人找不到錢 節衣縮食 如果你不肯花錢 外面企業一樣在你身上賺不到錢 他就減薪 他減薪 甚至最後裁員 炒了你 你不花錢 最後你就被人炒了 現在大陸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 不斷 那個越來越發大 我們先說一下特朗普的 要說一件事 特朗普的政策 嚴格來說 他沒有說過是一個反共政策 但是他的政策對於反共來說很有利 先搞清楚一點 因為他們 認定中國才是最大的威脅 這是他們沒有看錯的 因為 中共 其實 我今天看到一個以色列的人分析 他說 實際上 俄羅斯對於全世界的危害 不及 穆斯林 不及伊斯蘭 但是 中國的危害絕對比俄羅斯大很多很多 因為中國 有了兩個臭癡 到處去搞搞震 現在的穆斯林那些恐怖分子 他有份之助 然後 他就向全世界滲透他的價值觀 滲透美國 歐洲 英國的政客 澳洲 紐西蘭 全部被擺通了 如果 我們當時也在研究 如果現在還是 當年不是習近平 而是胡錦濤的嫡系 李克強 李源潮 總理總書記 然後現在傳給胡春華 汪洋 死了 全世界被控制了 因為他已經滲到到骨髓 幸好習近平出來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沒錯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應該是 未會爆發時代鑑定的 香港 當時如果是這樣就沒有爆發時代鑑定的 因為 他會 令你溫髓 他連14年的佔中也沒有佔中 他會給你一些了農 他會給你一些了農 當初我們也是要求 雙普選 我們沒有想過獨立的 沒有人爭取主權 什麼都沒有 我們也不敢想 我們當時就想著你 可以讓我選特首 你不能夠太高門藍 不然 我們當時還在爭取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得談的 如果不是習近平 是胡錦濤 是李克強 肯定 他就會放鬆 想選好了 我們把那個 民意基礎擴大一點 香港人會接受收貨 他還會出來哄一下你 只要他不強硬 跟政改的時候也一樣 跟政改的時候也會叫你先收貨 只要你 他那邊 放一點 香港人甚麼都相信 誰會造反 我們在香港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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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樓 吃自在餐 晚上去看看哪裏有好東西 但是 就是因為習近平 他徹底把共產黨的壞東西挖出來 現在 才使得 西方世界警惕到共產黨 或者習近平 是一個這麼危險的政權 所以 特朗普才有一個 制定 對付他的策略 因為現在他們覺得 俄羅斯 其實真的是局部 他不會真的侵略 美國的 他最多都是搞一下周邊的 最多下次就搞一下 他不會影響到 非洲 中國大陸的牆壁是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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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 全球的危害絕對比俄羅斯威脅大很多 這是真的 他們沒有說錯的 所以 現在他們制定的政策一定是針對性的 有甚麼方法 其實就是金融 在金融方面先斷你 打仗三軍未動梁草先行 其實當時拜登也炸流灘 你斷他的 俄羅斯的中央銀行的 他也沒有斷的 你等於給他輸血而已 你斬斷他 第二 誰敢幫你 我就斷了他 中共哪有夠膽 不敢越雷遲半步 你不給武器 你敢不敢這樣做 又不敢 你這樣害死人 烏克蘭人也是人命來的 他也只剩下一半 他也只剩下一半 那群人不得當機立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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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做 會害到人生靈塗炭 死了多少人 這次 其實關稅也很重要 剛才你所說的 他們打算 加重關稅加到100% 中國的貨就很貴了 他們就不買中國的貨 本地生產 希望促進本地生產 然後 他那個 最惠國代議就撤銷了 我們其實關心 一定要搞香港 你如果不搞香港 他不知痛 因為現在不少不少 香港還可以幫他做一些扯皮鐵角色 幫他找一些生意 你要徹底連這個扯皮鐵的龜公也斬了 這樣他才會死的 因為現在 真正外商直接入中國投資 其實 原來有百分之七十是經香港 你香港的 地位 還是很重要 以前台灣百分之一百經香港 香港成立公司跟著跟大陸才合同 希望香港的法律可以保障 這個只是希望 實際沒有發生 現在香港沒有法律了 接下來 只要你把香港的那種徹底斷 中共真的額不出樣 你看就知道 所以我們也是 給他一些數據 一定要斬香港 你不要以為斬香港沒有用 所以 李家超也出來 牙牙刷刷刷 他整個計劃給大陸 就是讓香港繼續做扯皮條 問題是扯皮條 你說公信力 你們已經沒有公信力了 誰讓你扯 現在問題是這樣 好了 這一節我們先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一節說一下 現在 特朗普接下來的政策 對中共 有什麼造成的致命打擊 下次回來再說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